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俄罗斯福尔方面和乌克兰方面的最新消息 今天傍晚的时候,克里米亚方向遭到了乌军16枚陆军战术导弹的袭击 这个陆军战术导弹是打击了阿卢什塔地区,半岛南部 在新非罗布尔有两人被导弹击中身亡 俄军还摧毁了海岸附近的乌克兰的无人艇,攻击型无人艇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摧毁无人艇的画面 另外,俄罗斯南部的石油设施也遭到乌军袭击 在达旦斯克,无人机袭击了叶拉布加 当地的防空部队出动 另外,炼油设施遭到袭击 西方现在正在利用俄军在黑海方向 防御的这辆量薄弱,摧毁俄军在高加索方向的所有的石油炼油设施 从布良斯克地区一直到克里米亚 乌军正在摧毁俄罗斯的炼油设施 这背后是美国的大力支持 包括在克拉松沃达尔滨江区,比尔格德地区 佩利茨克州都发生大股目的袭击 美国的众议院外国委员会的主席 迈克尔他在今天美国的白宫 公开了一张美国使用陆军战术导弹和远程导弹打击俄石油设施的地图 这是迈克尔在现场 迈克尔呼吁白宫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 主要打击俄罗斯能源 这样的话会导致国际上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减少 特别是让中国会摧毁中国和俄罗斯的石油合作 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减少以后 实际上中俄合作会受影响 美国实际上可以通过限制俄罗斯 也可以限制中国获得石油 白宫现在没有表态 如果俄罗斯方面和本土遭到美国导弹的袭击 俄罗斯方面一定报复 扎哈罗瓦今天的讲话 美国方面将为他的行动付出代价 迈克尔即将访问台湾 你可以看迈克尔非常的强硬 而且他是美国少有的 要对俄罗斯动用核武器的人 甚至向乌克兰准备提供核武器 普京今天也进行了反制 普京抵达了白俄罗斯 普京与卢卡深刻举行了会谈 罗沙尔根哥表示 我与普京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 普京抵达白俄罗斯 在普京抵达白俄罗斯以后 白俄罗斯立即宣布了 白俄罗斯更换了总参谋长 卢卡深刻任命 帕维尔·莫拉维科 担任新的白俄罗斯的总参谋长 此前的这个莫拉维科 他担任的是白俄罗斯安理会第一 复国秘书 他现在担任白俄罗斯总参谋长 现在北约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 这种威胁 俄罗斯方面也在白俄罗斯加强了防御 所以白俄罗斯方面 现在也更换了作战的司令 所以现在看俄罗斯和北约整个关系 正在逐渐的升级 这种冲突对抗 会逐渐的导致欧洲的整体环 特别是黑海这个方向 会出现更加激烈的这种地缘 正是大国的这个对抗冲突 导致整个欧洲的地缘正是不稳 另外今天俄罗斯方面呢 也对俄国防部的高级官员 进行了逮捕 包括埃哈迈多夫 也就是俄 第20集团军司令 埃哈迈多夫 他被解职 第20集团军司令呢 被解职 他呢 实际上呢 过去在利曼方向啊 在利曼方向的这个进攻 受到指责 23年的6月 在克里面那亚地区 他的这个组织行动 造成大公园的人员死亡 可能会被 俄罗斯国防部处理这次 当时呢是6月份啊 2023年6月在克里面那方向 造成俄军大量伤亡 那么他是西部军区的裙带关系 所以导致他没有受处分 那这次将他逮捕 三周前呢 埃哈迈多夫还在卢干斯克 所以现在他的解释呢 也说明俄罗斯方面 特别是新的国防部啊 将对卢干斯克 红利曼方向那个前线 20集团军将进行重新部署 我介绍一下埃哈迈多夫 1974年12月23号出生 是陆军少将 20集团军总司令 1974年生于车臣应古时 哥罗兹尼 他的家族呢 是达基斯坦共和国帕里斯玛 父亲苏丹埃哈迈多夫 是苏军的上校 母亲加桑 古塞诺夫纳是英文老师 1996年 他毕业于新西部利亚高等军事指挥学校 在新西部利亚开始服兵役 于05年毕业于莫斯科福隆之军事学院 他呢 与玛格丽塔弗拉基米罗夫纳结婚 亦有三个孩子 两女一男 09年起担任第15海军步兵旅指挥官 他呢 曾在第36近卫摩托化步兵旅担任旅长 在远东太平洋舰队海岸部队呢 担任副司令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呢 他担任乌克兰南部 沿海部队指挥官 这个主要的战斗呢 是在乌格达尔方向啊 就是顿尼斯科南部 乌格达尔战役 战役以后呢 幸存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抱怨 埃哈曼多夫领导不力 造成大量人员上网 所以他的领导在乌格达尔前线的时候 不光在红利曼 在乌格达尔方向 他这个领导能力就受到质疑 但是因为裙带关系啊 所以没有将他处理 2022年12月的公开信息显示呢 埃哈曼多夫当时已经被解职 但上级守卫部从2022年10月开始 对他指挥问题指控不以为然 到2022年12月 反而埃哈曼多夫被晋升了 被晋升 2023年的2月 第15海军陆战旅已经被乌军全监 所以他这个事情暴露 2023年6月 埃哈曼多夫晋升为少将 主要负责20集团军 那俄罗斯消息报呢 说2023年6月20集团军的一个师 在克里米纳附近 集结约两小时 只为等待埃哈曼多夫发表 励志演讲 结果遭到乌军火炮袭击 造成200人伤亡 100人阵亡 100人受伤 就等他两个小时 要到等他在前线 所有部队集结听他讲话 这个非常恐 我觉得非常可笑 结果受到俄罗斯的 这个军事评论员的批评 呼吁撤换 但是因为这个群带关系 所以一直没有对他进行处理 那这一次是新换了国防部长以后 把他进行撤职 除了埃哈曼多夫以外 俄国防部今天也对波波夫 58集团军前司令波波夫 进行了新的报告 波波夫的身份由嫌疑人 现在转为证人 转为污点证人 也就是说没有对他进行指控 他过去是被指控进行欺诈 但是现在看他成为证人身份 波波夫是对参与犯罪 可以提供证据 说1.3亿卢布的损失 那现在在克拉松的达尔滨江区 倒卖数千吨金属 那现在看波波夫呢 应该是被释放啊 准备被释放了 很有可能的与现在国防部 内部心灵脑藤变动有关 国防部采购司啊 另一名的叫弗拉基米尔 列维茨基 列维茨基 他呢下午被逮捕啊 那这也是国防部下令啊 逮捕俄国防部采购司的新的成员 主要是对他在国防部采购招标中啊 使用第三方企业收受贿赂有关 另外说他收受的是房屋和汽车的贿赂 另外俄罗斯国防部也逮捕了沙马林 沙马林是俄武装部队参谋长 沙马林 这个沙马林被逮捕呢 据说是和俄罗斯国防部的这个 贪扶案有关 除此以外呢 还有莫斯科地区的联邦监狱管理局局长 联邦监狱管理局局长 弗拉基米尔塔拉耶夫 有受贿罪啊 巨额受贿被拘留 联邦监狱也被逮捕 这实际上俄罗斯国防部 现在看来是进行大规模的人员清洗 沙马林受贿是比尔姆 比尔姆当地的这个企业 对他受贿是3600万卢布 沙马林被逮捕呢 将进行两个月 两个月的这个监禁 后续呢 将进行审判 根据现在公开资料呢 沙马林她的妻子啊 每三年更换一次汽车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呢 首先是一辆丰田的 Fankago 2000型 13年款啊 RAVO RAV4 2022年12月 又买了一辆梅塞德斯奔驰 沙马林的新款奔驰GLE COPER AMG 价值1150万卢布 AMG啊 AMG还是21年款啊 就价值1000多万卢布 100多万车 另外沙马林夫妇在莫斯科附近的 波多利斯克拥有一套公寓 面积82.6平米 沙马林呢 是被带往俄斯联邦调查委员会 军事调查部 这个案子现在呢 没有在社会法院审理啊 是在军事法院第235位数军区军事法庭 指控他进行大公文受贿 那这也是俄新的国防部长啊 进行国内的这个国防部审计以后啊 新罗马的一个成员 那现在来看呢 对沙马林的这个指控 会导致俄国防部大批 采购司的一些雇员会被逮捕 包括威尔杰列斯基 那现在不得而知 这个爱哈梅多夫 是不是与这个俄国防部啊 这种招标采购的腐败案有关 二十极端军这个司令啊 被解之 所以现在看俄国内啊 特别是现在俄国防部啊 大国们这个清洗啊 实际上呢已经开始 普京呢现在是抵达白俄罗斯啊 俄罗斯方面呢 现在也不排除在白俄罗斯会部署新的核武器 包括一些战术核武器 而北约呢现在也对俄罗斯啊 进行核威慑 再加上现在对俄本土啊 使用这种远程打击武器 打击俄罗斯甚至打击莫斯科 那这样的话会遭到俄罗斯的报复 所以未来呢俄罗斯在黑海 还有在波罗的海方向 俄罗斯会加强部署 现在普京访问明斯克 其实也是对俄罗斯在加里尼格勒地区 加里尼格勒地区 俄军的部署情况 俄罗斯方面现在也在摸底 所以未来欧洲方向会非常危险 如果俄乌战争进步扩大 乌军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本土 俄罗斯一定会报复 不排除俄军使用这个战术核武器 那现在看俄罗斯方面 要把这个战争长期化 特别是对国防部进行清理 要把这个资金用在刀刃上 所以把这些蛀虫挑出来 把这个俄国防部的腐败人员清理掉 那普京现在看要和北约这种冲突 要对抗要长期化 而且这个冲突和对抗很有可能会升级 特别向核战争方向升级 再结合现在在台湾海峡 中国现在我觉得对台施压 其实也是对美施压 那美国如果同时和俄罗斯和中国交恶 美国现在没有这个实力 所以我一直在讲 现在是中国武统台湾的非常好的时机 那后续乌克兰战场有更多消息呢 我也回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